这次我们来关心 南头有一名从事龙眼以及火龙国买卖 身家超过4000万的料姓富豪 他被诈骗集团的女性李专给吸引了 拿现金800万面交给车手 还好警方是及时发现把钱找回来 不过这名料姓男子他就是学不乖 就算是被银行列为了警示户 他还选择把钱存到其他的分行 跑到其他辖区来领钱 在台中还有南头陆续的面交现金 三千两百五十一万 以及价值大约有一千两百四十万的黄金 给了诈骗集团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他就被骗超过了四千万元 身穿白色衬衫的男子手中抱着黑色大背包 深夜出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吸引警方注意 上前一叉发现包包里面装着八百万现金 男子慌张解释 但不管怎样就是说不清楚 最后整袋八百万现金 纯被警方带回 经过追查发现 这些钱全都属于男头一名 从事龙眼跟火龙锅买卖 身家超过四千万的廖姓男子 原警好不容易帮他把这一大笔钱找回来 银行也将他列为警示户 附近邻居说廖姓男子之前就因为领钱 被银行报警 就是之前领钱 领很多钱 然后那个 银行报的 银行 对啊 但廖姓男子就是学不乖 继续跟同一个诈骗集团联络 经过警方调查 廖姓男子一开始在网路上 结束到这间诈骗集团 集团专门用女性李专 透过柔情秘义公式 让廖姓男子悟性有投资的绝佳管道 为了躲避行员追问 廖姓男子更把钱改存到其他分行 跑去其他辖区领钱 陆续在台中跟南投 免交现金三千两百五十一万 以及价值约一千两百四十万的黄金 给诈骗集团 短短两个月之内 就被诈骗超过四千万的高额巨款 因为廖男以为本辖高度关注对象 曾多次联系家属劝阻 但廖男对诈骗投资仍深信不疑 对严谨男主关怀极度不配合 诈骗集团的花言乔宇 让廖姓男子深信不疑 直到后来联络不到人 他才惊觉这全是一场骗局 只看发现的时间实在太晚 四千多万的财产恐怕已经逃不回来 华视传言 于主于小月 周大祥 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